美银澳发布的最新联合声明表明 三国为了一级地缘政治私利 完全无视国际社会关切 在错误和危险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美银澳三国核潜艇合作 涉及核武器国家 向无核武器国家转让大量武器级高农油 构成严重核扩散风险 违反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目的和宗旨 三国声称将追守最高核不扩散标准 纯属欺世道明 实质上是胁迫国际原子能机构秘书处 做出保障监督后面安排 严重损害机构权威 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中方要再次严正指出 核潜艇合作事关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完整性 有效性和权威性 相关保障监督问题 涉及机构所有成员国利益 应由机构所有成员国通过透明 公开包容的政府间进程 共同讨论决定 在各方达成共识之前 美银澳三国不应开展核潜艇合作 机构秘书处也不得擅自与三国商前 保障监督安排 需要强调的是 亚太是世界上最具活力 增长最快的地区 这一局面弥足珍贵 中方敦促三国 倾听国际社会和地区国家的呼声 并须陈旧的冷战联合思维 和狭隘的地缘政治理念 切实履行国际义务 不要做破坏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的事 终将